現在晚飯時間愈來愈多人 哇 不得了 我整頓飯只想私心拍Kiki旁邊的帥 我不想聽Kiki怎麼說這個 Kiki是Mai 隨意去飛 我們即將由莫尼克搭火車到柏林 這個地方由小聽到大 在這裡也發生過很多歷史重要事件 我們即將會展開四天三夜的行程 其實我們剛剛在莫尼克搭火車到柏林 其實路程大概四小時左右 如果大家想看莫尼克的Fog 就可以看這兩段影片 我們繼續搭車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見面 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 CLS 和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仔 搶先看 出發 GO 然後莫尼克搭了四個半小時 終於過到柏林 終於來到德國首都了 我們身後這一輛就是ICE的火車 超快 總是追不到它的速度 大部分時間都是超過200kmh 比較快的一輛特快車 不斷飛站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了酒店查看 來到這個車站 其實跟莫尼克車站再不同很多 這裡是更加乾淨 而且是室內的範圍 像全麥風一樣 When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see your face I'm becoming blind by your dazzling grace What a beautiful feeling To be close to you There's something else I wanna do Oh I'm from the fields of flowers You chose to pick me You're a spreader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德國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很多不同的移民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國家的美食 其實在柏林 就特別多是亞洲類型的美食 我們這次就來了一間越南餐廳 就叫了我們最想吃的熱飲料 它賣的價錢大概10歐 你計算港幣80-90元一碗 但是以歐洲來說 它的價錢已經比我們之前在瑞士便宜很多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瑞士的EP2我們吃過一間瑞士賣的 我們最後每碗吃到86港幣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今天裡面的那些餐廳都是越南人 我來到德國當然要點一杯三啤 我決定在外面吃任何一間餐廳都喝啤酒 還有這一間忘記說 就是德國的朋友推介給我們 就是我們的神Ada 然後我們點了兩款前菜 一款就是春卷 春卷就是大家常見的款式 裡面有粉絲、蘿蔔絲、紮肉在裡面 然後點了魚 我覺得是正常發揮的 另一款就叫燒雞串 我們來到後發現 為什麼它和我幻想的那麼不同 因為它外面是炸過來的 所以就變了它的雞肉是非常之硬 加上它的醬汁是有些花生 有些少許香茅 但吃進口是只有花生醬味 整個味道就比較奇怪 就不是很適合 旁邊的很英俊 現在晚飯時間越來越多人 哇 不得了 我整頓飯只想私心拍Kiki旁邊的英俊 我不想聽Kiki怎麼說這個 其實德國人來說 他也算是一個最英俊的人 我們先說回整體 我們兩個人很快清掉兩盒河粉 首先它的份量算是挺大 雖然碗是比較小 但裡面是超級多的 而且粉是有少許的黏在一起 不過整體吃下去我覺得都夠滑 而且它本身這個牛肉湯的味道都夠濃 我很喜歡上面的牛肉片 我覺得比起我在香港吃 甚至是更好吃 整體來說 這個已經是一個我覺得非常之不錯的河粉 跟我們在香港吃牛肉粉的質素差不多 我自己都很喜歡 那我自己真的最喜歡這個河粉的湯底 清晰了 我們在這些地方很少會喝到這麼好喝的熱湯 而且現在晚上8時 這間店是爆了人的 好 那我們準備示範回酒店 好 先吃東西 好 先吃東西 回來跟大家做個屋檢查 我們這次在柏林住3萬 價錢是895元1萬 這間酒店的位置 其實跟柏林中央貨車站 大概5分鐘距離 馬上做屋檢查 旁邊也有衣櫃 衣櫃也有保險箱 挺高挺大的一個置物櫃 而且這間酒店我覺得是比較舊一點的 地上也有地尖 但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是算乾淨的一間房 那翻完廁所這邊就光亮一點了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雲石 一大塊很大的鏡 也會有燈 旁邊就有一個放大瑕疵鏡 都是一貫歐洲的酒店 沒有牙刷牙膏 左邊就是馬桶 旁邊就是一個棋缸 它就沒有浴缸 一樣只有手持色花光 都會有這些漢缸架 現在就來到客房 我自己覺得它的空間都闊落 就算我們有兩大一勢 其實行李箱攤開了也夠放 就像這個位置 就會見到一張基本的雙人床 兩邊床頭都有閱讀燈 還有插座 但沒有USB的插口 旁邊就是一個小小的閱讀位 有一張梳化 有一張茶几 這裡就有放了一部電視 就是比較舊的LG型號 而且也很小的 這張桌子也夠闊落 還有這裡就是mini bar的位置 它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只是放了一支水 還有兩個杯子 下面這個就是雪櫃 也是刺的 到後面這裡真的很凶狂 真的可以放了三個行李箱 攤開了 看上去其實都沒有什麼風景看 都是對著對面的寫字樓 我看到有人在這裡做事 我們今天的Room Tour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好 大家早安 其實在這個中央火車站 有超級多的麵包和咖啡店 因為我們的酒店是沒有包早餐 我們就已經買了久違未喝過的 這個Starbucks咖啡 大家都看到這裡 很多Stand with you King的地方 其實前面這個位置 烏克蘭難民登記的地方 但我們就不走過去太仔細地拍攝 德國也有很多這些 為烏克蘭難民工作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第一個景點了 首先我想說一下這張卡 這張卡其實是我們的酒店送給我們的 可以任由市內的任何交通 大家知不知道 柏林的歷史背景 或者德國的歷史背景 我簡單就跟大家說一說 德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當時他就會將德國分成東德和西德 東德交給蘇聯管理 而西德交給西方國家管理 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等的國家 現在我們去的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叫柏林圍牆 當時柏林雖然比較近蘇聯那邊 實際上都有分東柏林和西柏林 一樣東柏林也是蘇聯 西柏林也是西方國家 一模一樣的 東柏林很想令到他們本身的人 過不到西柏林那邊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就像現在的北韓和南韓的關係一樣 北韓人可能會很想去南韓 但是北韓就不想他們去 所以他們就會起一個圍牆 擋住當時東柏林想去西柏林的人 因為當時其實都是冷戰時期 其實蘇聯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不是很好 同時蘇聯也很想留下人才在他們自己那邊 所以就起了這個圍牆 擋住了人 不可以那麼容易去到西邊 這個也是一個小小的歷史背景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柏林圍牆的遺址 就是東邊畫廊那邊 我們去到那邊 我們再詳細再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這個柏林圍牆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柏林圍牆的距離車站 是非常之近 只是五分鐘的距離 過幾條馬路就到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其實柏林圍牆的全場是有167.8公里的 而我們身處這個位置就叫做東邊畫廊 就是有1.3公里 這裡其實是現存比較完整的一個圍牆 其實其他大部分都被人拆了 或者是拿去買的 這個柏林圍牆其實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它是用作阻隔東德和西德之間的交流 不讓東德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一些聰明人有錢人過來西德這一邊 所以它就建了這個很長的牆 擋住東德的人過去西德 當時的情況就是 有一個意大利的記者 就問東德的發言人那邊 究竟是何時會東西德可以互通 當時的發言人就說 現在立即就通了 這面牆就立即被人民衝破了 就令這面牆正式倒塌 其實以前的牆不是很多不同的畫 不是很多藝術家在畫東西 而是一邊很普通的碩士牆 但到了1990年 倒塌之後 其實很多藝術家就會開始在這面牆畫了很多不同的畫作 大家現在看到這面牆那麼色彩紛紛 以及保持得那麼好 某程度上都是因為2009年的翻新 我們這邊就是對著很多不同的畫作 其實它有兩邊的 後面就是有很多的圖案 都給大家看一下 圖案這邊的牆就是靠近航的 而外面的畫作就是靠近馬路那邊 叫 movement 叫做 旁邊的 叫做 旁邊的 感覺 I keep flying and I can't keep up And they say I need to face this I say I'm dying but it's not enough 我們走走走走來到圍牆最色情形和最受歡迎的一幅畫 就是世紀畫作叫做兄弟之文 其實它的原名是很長的 就是我的神鬥豪吸我挺過者致命的愛 英文就是這樣的 北文就是這樣的 北文就是這樣的 俄羅斯文就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好了 其實大家都會以兄弟之文來形容這幅畫 其實這幅畫不是一個幻想或構思 而是真實發生過這一幕 這個名場面就是來自1979年 當時東德政府成立了30週年的一個慶典 左邊就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 而右邊就是當時的東德領導人 他們見面的時候就會進行這種 共產黨國家的問候方式 就是大家疼大家 Kiss一口 很多人都覺得這幅畫出現在柏林圍牆上 絕對是一個諷刺 或者是一種黑色幽默的表達 值得一提的是 這幅畫的畫家是當時的蘇聯人 有時候大家看完之後就覺得 其實這種Kiss或者親吻 就不是代表愛的 而是一種控制權力 以及背負著很多人的悲傷 我們大概是中午時間來到這裡 現在已經1點多2點了 所以我背後都聚集了不少的人 港主同意福明作拍照留念 後面真的有人扮演了 你看看後面 哈哈 好 我們現在上了巴士 就去下一站 就是這個博物館島 博物館島在1999年 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島上其實有5個博物館 我們選兩個去走一走 我們乘巴士期間 其實都已經看到這個柏林電視塔 柏林電視塔 是以前東德時期建的一個電視塔 是當時世界第二高 當時為何它要建呢 其實某程度上是想表示 東德比西德更加發達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共產主義的思想 就是要威給別人提 就要告訴別人 我們現在東德是多麼厲害 就是我的這樣的想法 就會建成這個電視塔 都可以登塔上去上面 看回柏林的市景 但我們這次的行程就沒有這樣編排了 我們繼續乘巴士去博物館島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博物館島 身邊的一個就是柏林大教堂 它裡面其實是入場需要九歐 我們對正這一邊 其實是這個得意志博物館 其實它這個島是大量不同種類的博物館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買一個博物館的巴士 它的價錢就是三日二十九歐 我們等一會去到博物館那裡 我們都會買的 不過我們就去了最重點的佩加蒙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聽聞是很多特別的東西看 甚至整個古蹟是搬進去的 我們現在走過去看看吧 今天天氣真好 真的很好啊 黑林是十八度 好熱啊 歐洲人已經坐在草地上 聊天啊 吃東西啊 哇 這些生活真是很棒啊 很油膩 什麼事啊 真的有什麼事啊 我們在這裡轉轉轉 終於找到我們想去的佩加蒙博物館 這裡其實有很多博物館 但是有幾個都在外牆翻修 要是整個包到密實了 大裝修 可能現在少點遊客 所以就可以有多點時間做這些事了 準備迎接最新的遊客潮 我相信這些旅行就快要復甦了 所以現在去旅行是很棒啊 我覺得 我們放下這些袋子 還有外套在鎖卡裡之後 我們就拿了一個audioguide 就是免費拿的 我們就立刻展開這個博物館之旅 先說一下這個博物館有什麼特別 其實它就是佔地面積最大的一個博物館 它是沒有任何畫作收藏的 而是收藏了中西亞的一些建築文物 所以它每一樣東西都是很大型很巨型的 譬如有我們隔壁的一些古石或其他文物建築 都會看到的 這個博物館的其中一個鎮館之寶 就是這個伊希達門 在1930年代佩加蒙博物館 就重建了這個縮小版的伊希達門和遊行大街 其實這個是以前古都巴比倫內城八個城門其中之一個 高14米闊30米 建於公園前的575年 在當時可謂是非常堅固 亦都是爐不可破的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城牆上面的動物 上面有獅子、獨角獸、牛和爐等等 它的顏色都是非常獨特的 就是用藍色的樓梨和金色的瓷磚去建成 修建這個城牆的國王曾經吹噓話過 要被全世界的人都為此感到驚嘆 我們在博物館的現場 看到這個所謂的縮小版 其實都已經感受到它的魂位 就算整個歐遊完了之後 我都還記得這個博物館這個城門 在門前就會看到巴比倫的第一大街 歷史紀錄上闊20米 全長250米 現在在博物館裡面只是重建了48米 兩邊的場面總共有120隻石獅子的雕像 其實已經是非常壯觀 很難以想像在二千多年前 竟然有一個這麼發達的城市 好 我們現在身後這個就是米利都大門 它是建於西元120年的 這個大門是它這個博物館裡面 最宏偉最大的一個古籍 大家都看到它是非常之大 是比起我們剛才所看的巴比倫門 是更加之大的 它就高16米 闊就30米 它究竟怎樣可以搬回來呢 就是因為有些德國的古文物學家 一塊一塊這些石就搬過來德國這裡 大家可想而知究竟是多麼難才可以砌出來 是它們這個藝術館 其中一個都是幾色力長的一個古籍 是以前古羅馬時期的一個市集的大門 究竟以前的市集是多麼繁華和運偉 大家後面其實都會看到它的幻想圖 是大概這個市集是多麼大的 我們暫時走了大概一個小時 其實我們因為不算是歷史迷 但這裡的古蹟令到我們著迷 完全感受到以前的考古學家 對於這件事是多麼狂熱 才會將它一磚一石搬過來德國 而且我覺得這個博物館有一個優點 就是大家任何影相都不生氣 我們可以站在這裡慢慢說也可以 還有這個博物館就是輸了一些古文物給大家看 搬這麼多的位置過來 令你好像猶如置身在那個時代一樣 感受皇朝的魅力 而我們上了一層 這個就是伊斯蘭國家的館 已經是對方來的 然後呢 我們已經走走走走走走走 進了一間房 今天可以看到那間房地的籍人 我會稱呼他們為職人 文物學家是如何一粒磚去修補文物 我在這裡看了十分鐘 完全是聚精回神十分鐘 只看著那裡一點一點 幫他加上一點點顏色 大家有時候看文物的時候 這些學者 文物學家 背後用了多少力量 才能夠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這麼漂亮的故事 中間展示了一箱東西 這箱子上面全部都是碎石、瓦礫的感覺 正正是博物館想告訴大家 大家看到的這些展品 其實全部的圓形都是碎石、瓦礫 他們就人手一件一件 一塊一塊砌完整 真是砌拼圖的極致 其實剛才的貝加毛博物館裡面 其實是很多東西看的 要留給大家慢慢發掘 我們就走進去地府 進來新博物館 其實裡面很多都是埃及古文明的東西 譬如有些石棺、木乃伊 或者其他生活的文物都會看到 好的 它的文牌相對是比較細見一點 如果真的要很仔細很仔細看 我想兩三天都未必看得完 譬如它會有一些古時的生活用品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石碑、石刻 還有一些戰爭的工具 然後你就會再看一些歐洲的近代史 又會有一些珠寶、國宏的食物去看 還有一些皇冠 當中最出名的絕對是埃及的像 那個位置是保安特別嚴密的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咪 都已經被人懷疑了兩次 他懷疑是不是針孔攝錄機隱蔽的鏡頭 超過三千年歷史的一個石像 但你會看得出它是保存得非常好 它是製造得非常精緻 我覺得它很貼近現代人 如果對比它這個博物館裡面 其他的石像或者其他雕像 眼、鼻、耳、口、嘴、臉的輪廓 完全想不到是古代人 還有這麼多的歷史 整體來說 這個館我也覺得是值得看的 特別是喜歡埃及文化 或者古羅馬文化的話 就更加可以過來再看一看 走這兩個博物館 會走得很餓 走了整個四小時 而且我們已經不是很仔細地去看了 我們就是集中看一些我們很想看的展品 都花了很多時間 我們去吃東西之前 我們就決定找拍博物館最美的一個位置 應該大概走十分鐘左右 其實我們剛才一直都有看到博物館 其實非常漂亮 我們剛才進去的那個位置 應該是它的後門 看回它的正門 嘩 真的很長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橋的位置 絕對是博物館最佳的拍攝位置 看到了這麼美的博物館 然後左邊也有挺適合的電視塔 還有兩邊的橋景 可惜的是現在是黃昏時候 所以有些位置會有陰影 我們可能找一天天天再來拍攝 更漂亮的 我們身處這個位置 就會展示Google map 位置給大家 我們現在準備搭輕鬼列車 就去我們一會兒去的餐廳 但其實我們不是很知道怎樣搭 因為我們應該有一個上車站 但我又不見到會有什麼特別的車站 或者停車位 我怕稍後就很尷尬 稍後不知道它是否停在馬路中間 叫人們過去 還是不知道怎樣上 或是它不開門也會停在馬路中間 就條條睡不知怎樣 唉 這裡其實是有個牌的 說明這些車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覺得在這裡站 大家都要衝向馬路中間 然後就上了車 這個站就有月台了 剛才就真的沒有 這間餐廳其實是柏林比較少見 比較德國的舊文化的餐廳 大家看這些裝修 其實有點像我們毛利克的B-A-Garden 我想可能也算是柏林比較少 有特色的菜式就是水煮鹹豬手 大家可能吃的德國豬手 都是一些炸脆皮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特地過來 試一試柏林特色的豬手 其實它一來到的樣子 是很白色的 好像一隻豬手扔進去煮 然後就拿給你吃 但是其實實際上的味道 它有經過用鹽的醃製 都挺鹹的 挺重厚的 我覺得吃下去的感覺 是有一點像我們吃煮湯的豬骨 豬肉的感覺 不過當然它是會比較軟一點 不算是很韌的 也很爛的 我覺得這個豬手好吃的位置 是它的皮 再加上它的皮下的一點肉 那種入口即溶 或者肥膏肥油的味道 我覺得挺正的 它也有配合德國酸菜 所以吃下去就是很傳統的 德國豬手的味道 只不過它變成水煮 我剛才也點了一個德國腸仔 其實它的配菜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豬仔再加德國酸菜 但是這隻腸仔 我覺得不算是一個很好吃的 德國腸 因為我們吃了這麼久 反而我們覺得最好吃的 竟然是我們在拜日牡尼克吃的那隻腸仔 不知道為什麼 那隻腸仔可能我們特別餓 而且氣氛令到我們覺得很好吃 這個腸仔純粹是正正常常在外面買的 不過當然 德國的腸仔 就算是普通 都是比其他地方的腸仔好吃的 整體來說 我們這間餐廳 如果大家像我們這樣 會先去到莫尼克 去到其他Bergarten 我覺得這間餐廳可以不用來的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站就來帕林 那這間餐廳就可以試一下 除了這些水煮豬手之外 其實它也有正常的炸豬手 那些我看上去都不錯 這間餐廳我覺得有一個優點 就是在於它食物的份量是超級大 就像我和阿May一樣 一男一女 就這樣喊一個豬手 然後再喊一個前菜 其實我覺得已經夠飽了 最後 其實我們還有喝這些德國啤酒 我始終都覺得啤酒是德國最強的地方 它們的啤酒是任何一間餐廳的啤酒 都很好喝 這次的黑啤酒更加適合我的口味 我都很喜歡喝 其實剛才的餐廳 就是吃一些傳統的德國菜 我覺得來到其他國家都是 無論如何都試一試 當地的特色美食 就算不適合口味也不要緊 一試無妨 而且它的價錢其實真的不貴 未給你提示之前 其實都是33.9歐 其實價錢就是200多元 如果大家在香港吃德國豬手 就這樣一個德國豬手都要200多元 我們現在就來到地鐵站 柏林的地鐵站真的新很多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是新站還是怎樣 但是我們現在就去下一個目標 就是一個查理 不知道什麼什麼 查理哨站 查理哨站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到了最後一個景點了 這個景點就叫查理檢查哨站 英文名叫查理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就是因為它以前這個位置 就是連接著東德和西德 就像我們後面的一個 就是美國陸軍的照片 跌回另一邊就是蘇聯時期的紅軍照片 就是象徵的代表著 你現在即將離開西德 冷戰以前有分東西柏林的時候 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裡是有象徵意義的 它以前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 其實已經有一步被人拆除了 但現在建立之後 其實是成為了一個新的景點 來到都幾倒此一游的感覺 因為本身這個景點 我覺得是除了歷史意義之外 其實是有一點無聊的感覺 經過才來 而且距離地鐵站不是很遠 五分鐘之外就到了 地鐵站一旁就看到了 附近也有一個 叫做查理博物館 我們現在已經關掉了 所以我們有沒有進去逛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 CLS 跟分享 生物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開啟鐘仔唱才看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宗 字幕志宗 字幕志 Mikil